新聞繼續來看這間交通議員是發生在港義市北港路交流的路口 這是一間機車和轎車廠龍的事故 自身機車的民眾被撞飛躲在半路當中 港義市騷訪協博之後隨時派遣到救護車前往手救 包括在這名受傷的民眾在近過的祖母治療之後並沒有待會 在上市的車好一點現在才有警方調查當中 該市場叫台湾分隊救護人車到中央 現場現在騎士都在路上 救護人員隨時都查看項車總控 包括在項車意識清潮並在救人員檢查資料 沒有發生兩股受傷遺留 隨時他會進行最靠出底機會資料 送往便利地了 現場交通非常的雍色因為正值上班的時間 現場是汽車與機車有發生差狀的情形 那有一名女性50歲倒臥在路中間 那救護人員立即給予評估傷者的傷勢 那發現這個女性傷者有多處的擦傷 左側肋骨有壓痛的情形 立即給予爆炸直血 然後後送往醫院做診治 經濟了解當時是上班時間 該去北港路車量非常多 當時騎到柳北坐經過交流倒腳時 沒有稀釋跟轎車發生脆弱 包括在當時後方來車速度並沒有很快 才沒有做神經嚴重的車好適合 所以你閉嘴的民家的汽車好不得 親愛的鄉親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詠媽市長黃敏惠 嘉義大夫水情嚴峻 面對缺水遺跡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節水 我們可以從澳澡改為淋浴 用擦車來代替洗車 洗手搓揉香皂的時候 記得要先關水龍頭 洗米洗菜的水還可以拿來澆花 養成良好的節水習慣 節水省荷包哦